馄饨也是包子的一种 用面做皮包馅肉脚和汤煮食 由来甚骨 大约也是因形式而得名 汉语大词典 魂字馄饨条第二意 引名 谢兆志 五杂举 馄饨寄金馒头 此海馄饨条式 一种面食 形如耳朵 又引颜之推 金之馄饨 形如眼月 说似是金之饺子 视馄饨为馒头或饺子 显然非是 馄饨一名 已建于羊雄方言 北魏甲斯蟹齐民药术 有水饮馄饨法 按语大词典 饮糖 断成式 煮羊杂举 有萧家馄饨 入去汤肥 可以 录名 应是指清汤馄饨 原居家必用室类全集 耕集既有馄饨的制作方法 用盐 与凉水 和面做计 入馅 蘸水合缝 下锅时将汤 脚转 逐个馅 荤素 荤素 荤 馅荤素 任意 南宋 无字幕 孟良路 卷十八 物产门 有这样一条 济世 冷出生 嫩者名 杀脚 硬者名 馄饨 这种硬冷至今仍有出产 腹部圆形肥大 四周有三个尖角 与作为食物的混沌 形状极为相似 据孟良路的济世可知 这种硬冷原名混沌 汉语大词典 混沌条 饮草银 提化冷湿 周烟 一点 混沌熟 一指 此种 糊冷 混沌 一词原是民间俗称的阴血 有混沌 混沌 混脱 混沌 等等不同邪法 因是食物又增加了食旁 由此可知 汤煮的混沌 是因形如湖中的硬冷而得名 天津一些清真饭馆 卖混沌 叫做棱角汤 有存古异 清与庆缘 唯西建文祭 混沌即原始所在阁囊也 不去毛而包拥皮 扎三足 一足虚弃其中 令保障扎之 其以渡水 蒙古渡水之法 约皮混沌 原始所在 建于卷一百五十四 石抹岸之传 用牛皮称混脱 宋代记载 或用羊皮也名混脱 渡水皮乏大富三足 与胡棱相似 固名皮混沌 可谓面食混沌 得名之旁证 标准的混沌形状 应是薄皮包馅 露出三个尖角 四川的抄手 顺手包成圆形 所以只能叫做抄手 不能叫混沌 宋代以来 叫做兜子的面食 也是包子的一种 东京孟华路 饮食果子条 一件兜子 南宋奈德翁 都城济盛 九四季 包子酒店 未卖鹅鸭包子 四色兜子 孟良路 卷十六 九四条 更有包子酒店 专卖灌浆馒头 薄皮春茧包子 虾肉包子 鱼兜 同卷 荤素从食品条 更有馒头店 兼卖浆鱼兜子 鱼兜即将鱼兜子的简称 包子酒店 专卖 馒头店 尖卖 可见它不是馒头 是包子 元代的居家必用 更集剂 有蟹黄兜子的具体做法 拌馅后 每粉皮 一个切做四片 每盏 先铺一片 放馅 折眼 盖定笼内 蒸熟 供 据本书上文 薄皮细用烫面与豆粉 活成 皮子先放在盏内 再入下 折眼 蒸熟 皮薄 现大 适用于 浆鱼 蟹黄 做馅 取其鲜美 又有 和莲兜子 用莲子 松仁 胡桃仁 等半肉 做馅 取其清香 蒸熟后 用浓麻 泥汁 即金麻酱汁 和洛胶汁 隐膳正药 即用松黄汁 胶石 此外 还有鹅兜子 杂馅兜子等等 兜子 原意是包兜物 似未经缝合的口袋 现在服装的口袋 仍叫兜 作为食品的兜子 在斩内上龙 不经包龙 捏褶 形似口袋装下 顾名 金瓶梅瓷画 第59回 春红道 阿婆陪着俺 每吃酒 并肉兜子来 进出金瓶梅瓷点 是肉兜子 即油煎像 未得其异 元代还有一种叫做 水晶提罗的食物品 做法与兜子相似 但入馅后 不再折眼 敞开龙蒸 前饮居家必用 庚吉 说是用羊肉拌馅 粉皮手油抹过 切做四片 斩成 装馅 蒸熟 齿翻碟内 浇好汤供 薄皮用烫面 加豆粉 和馊做剂 肉馅 用洋味油 调粉签 成半透明状 顾名水晶 提罗并非古代的 提胡或提罗 而是元大都方言 提拉二字的 食品化 近代北京图语 读提拉为低落 京剧法门寺 刘锦念经白 把梅乌线 给我低落来 即低落来 这种食品 因在笼内敞开 争不折眼 守候须字 斩内提出 放入尺内 再翻倒在碟里 皮巢上 浇汤汁 调料食用 低落 提罗之名 当由此而来 孟良路 卷十六 荷 荤素从十店 即蒸做面 行毒 烟子 武林旧式 卷六 蒸做从事 做烟子 均无解释 尹善正要有 酥皮燕子 或计此物 做法是用羊皮拌馅 用小油米 与面 同活做皮 名为酥皮 当不是蒸做 而是烘烤或煎炸 现在仍然流行的烧卖 也或可归入包子一类 烧卖一名 曾建于元代画本 快嘴里翠连记 做法的特点是薄皮包馅 捏出许多褶 但不合拢 蒸熟后 形似桃花 全称元式桃花烧卖 金平梅词画第四十二回 每人吃一大碗八宝攒汤 三个大包子 还零四个桃花烧卖 只留下一个包压碟 烧卖一刺 俗写又做烧卖或烧卖 明初编辑的普通事严解 吃鸡沾酒之后 吃烧卖粉汤 注云以面做皮 以肉为馅 当顶做为花蕊 方言为之烧卖 童书又见素馅 酸馅烧卖 明清人笔记中 也见有烧卖一词 烧卖流传至今 是原来的写法 包子也可用豆制品做皮 《红楼梦》第八回 宝玉问秦文道 今儿我那边吃早饭 有一叠子豆腐皮的包子 我想你爱吃 和真大奶奶要了 只说我晚上吃 叫人送来的 你可见了没有 这里所说的豆腐皮的包子 豆腐皮不是做馅 而是做皮 是用豆浆表面凝结成的 薄皮包馅做成包子 这种做法现在还在流行 今年评为中华明小吃的千章包子 是用豆制品千章做皮 包馅长筒形 仍叫包子 纵观宋元以来的一些记录 包子种类繁多 和有馅的馒头还是有所不同 慈海和现代汉语词典 包子调试为有馅的馒头 四欠妥当 因为有馅的馒头还是馒头 汉语大词典包子调试 用面做皮 用菜肉或糖做馅包成的一种食品 概括较为稳妥 但馒头调试 一种用面粉发酵蒸成的食品 形圆而隆起 本有馅 现在北方称无馅的为馒头 有馅的为包子 无语区 有馅与无馅统称馒头 则不尽贴切 上海的小龙馒头也可叫小龙包子 并不总是严格取分 民国嘉定县续制及以清水和面的发酵馒头 小者以汤佐治 约汤包 北方各地现在也还有豆馅馒头 糖馒头 肉馒头等等称谓 前举宋大杭州的仙桃包子简称仙桃 寄今北京的寿桃馒头简称寿桃 发面蒸笼有限 由馒头店制作出售 看来馒头和包子是两类食品的类称 具体到某种食品在区别不很显著时 民间或叫馒头或叫包子往往随俗随一 并不很严格 如果对这两类食品从总体上来比较 主要的区别是 一包子必须包馅 不包馅不能叫包子 馒头原是包馅的 后来出现食心不包馅的 两者同时并存 并非方言差异 二馒头的形状是圆如头形 但可在此基础上作发 包子的形状多种多样 不拘一格 因而有多种名称 三馒头的做法 原是用面粉发酵融蒸 后来煎有便利 包子可用面粉 米粉 豆粉 豆腐皮等做皮 有发面 烫面 生面 并有蒸煎等各种做法